大家好 我是九團 歡迎來到幻想頻道 那如標題所見呢 可以看到 沒錯我養異型啦 那我這邊原本的隔板 這邊是養超白孔雀嘛 那我現在超白孔雀沒有把它隔在這邊了 那這邊就放了一些裝飾啊 給它們多一點空洞的地方 然後我這邊養的品種就是L333黃金帝五迷宮 那因為我覺得他們實在溫度太漂亮了 那現在呢我有一次大隻的 大概三四公分的 跟兩隻兩公分多的都在那個洞裡面 那等一下呢我就先給大家看一下他們洞裡面的狀態 然後我在看 不清楚的話我再把它撈出來放在鏟子盒 給大家看一下他們的長相啊 溫度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們長怎樣吧 好那這就是我的固執的部分啊 那因為疫情也是很好養的 所以我陽氣也是有繼續打下去 那這個地方呢 那我去看過很多的文章啊 你要很多洞的話是因為疫情這種動物 本身他們的地盤領域性比較強 那如果你只有一個這個平面 他們會很容易去打架 那你給他們一些空洞啊 可以隔開他們那個生活的層次 那這樣他們就比較不會去打架 那我發現疫情好像還蠻難小 現在最大隻的就是那邊 大家有看到嗎 他買回來大概只有這樣 已經長了一個尾巴出來 還蠻大隻的 那有兩隻小隻應該是躲在這個裡面 那我們先來找一下他們在不在吧 好那現在可以看到這隻呢 就是我們家最大隻的那隻啊 所以只能稍微看到他騎的花紋表現而已 然後我們在旁邊那兩隻這樣算 有一隻在這裡 那好像不是很明顯 那我把大隻的呢 那小隻稍微撈出來 或是我把建築物都拿掉好了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三隻新寵吧 超可愛的 眼睛是黑黑大大的喔 有可能會覺得眼睛黑黑大大 可在這邊看超白板也看太久了 你可以看到真的是變非常多隻 好那我們現在把建築物拿開來 看看他們長怎樣吧 好那可以看到我們現在三隻都已經出來了 一隻兩隻然後打著在這邊 那紋路的部分呢 我發現L333有兩種的配色 一個是黑白的配色 一個是黃色跟黑色的配色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小隻的 小隻的是黃色跟黑色的配色 好有看到嗎 黃 有他的斑紋呢 調的是黃色的 那我最近真的很喜歡啦 因為他們眼睛真的是很可愛 就跑下來了 那他們會黏著牆壁啊 這樣陸來陸去陸來陸去 其實我覺得他們那個旁邊那個旗啊 胸起的部分我覺得非常的帥 他是四個的 總共是兩個耳朵嘛 那他們這就是有四個 超帥的啊 那再給我們看一下大隻的吧 好那這就是大隻的啦 大隻的比較怕冷一點 那他是黑白的 那這隻養了比較久了 養了應該要有一個多月了吧 原本只有這樣 你看你這樣怎麼這樣啊 真的是很漂亮 欸小隻也上來了 那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很明顯的有黑白跟黃白的差異 好那我就把他們洞 再放回去不干擾他們的生活啦 好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就是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我養的異形啊 那這種異形的大小呢 可以到12公分上下 所以呢其實 量起來會比 比較有成就感啊 因為其實會從這麼小 長到滿大隻的 那很矮的時候就是2.5公分 那賣家跟我們是說 2.5公分會比較安全一點 就是比較好養一點 那在接下來的影片呢 我可能會時不時更新異形啊 或是改善他們的住間啊 搞不好直接開崗給他們 之類的 那到時候就再會跟大家一一的分享啦 今天是一個九頭羊 異形的開端啦 那我一樣會把它歸在九頭羊 水珠這個系列裡面 那如果之後想看我們這些魚的動態呢 就記得按個訂閱吧 那我樓下的斷帶呢 真的是斷帶越來越漂亮 到時候我應該會把斷帶 麻在這邊就是跟他們一起養 然後有生小孩呢 就讓他們繼續去生 那我會在最後呢 放上異形在這個洞裡面 比較清楚更明顯的活動影片 那如果想要去看他們到底是長得怎樣 然後更詳細點的話 就能看到我影片最後喔 大概只有30秒的部分 那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呢 請幫我按個分享片訂閱 也可以打開右上角的小鈴鐺 這樣一發布影片 你就要收到通知啦 我是九頭羊 我們下次見 我會不會記得 我會不會記得 我會記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